1946年 东京街头 一名驻日美军走过一处小巷时 被几个面容交好的日本女子所吸引 其中一个女子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美国大兵 希望她能照顾一下自己的生意 这几个女子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为安女 她们为美国大兵提供服务 每接待一个人就会有15日元的收入 最惨的是 有些女性长期被美军包养 但在女性怀孕之后 则被无情抛弃 当然她们一部分人还留下了美军的后代 据统计二战后 美军在日本所留下20万混血后代 后来美国爸爸走了 她们的生存很困难 大家好这里是福生新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1865年 埃及街头 一名出售木乃伊的小贩 看上去生意并不是很好 所以她用手扶着脑袋 估计已经睡着了 当时的木乃伊除了观赏 还有很多作用 比如上流社会认为用木乃伊入药 具有延年易受的功效 不过我们都知道 木乃伊是经过千百年才形成的 所以也有一些不良商人 开始制作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他们往往将死了的乞丐 作为古木乃伊的肉贩卖 1983年 林巧智医生病逝后 一张珍贵的遗容 她一生无儿无女 在临终前她主妇亲友 把自己平生积蓄的三万元 捐献给首都医院幼儿园 把遗体献给医院做医学研究用 把骨灰撒在故乡 林巧智是我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 她一生亲手接生五万多名婴儿 不仅如此 她还会为产妇擦汗 噎背脚 为贫穷患者减免医疗费 老百姓亲切地称呼她为万婴之母 2011年 利比亚 卡扎菲和儿子的尸体 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上身裸露 民众排着队拿手机拍照 后来他们被一起埋葬在利比亚境内的秘密地点 甚至连墓碑都没有留下 卡扎菲虽然死有余辜 但是在卡扎菲死后 利比亚也没能走上新的发展之路 而且整个国家彻底的分崩离析 民主和稳定 仍然是利比亚可望不可及的愿景 90年代 张国荣边上的女孩 有人认识吗 感觉当时哥哥已经喝多了 张国荣生前在圈内人缘极好 而且他们对张国荣一直也是很尊敬 甚至娱乐圈的明星都喜欢喊张国荣哥哥 并不是因为年龄 只是单纯觉得这个人非常时尚 这也算是对他的尊称了 1894年 沙皇亚历山大三十驾崩后 留下的一张仪容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位沙皇实力非凡 他不仅身高接近两米 而且肌肉发达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像个英雄 但实际上 他的身体被疾病折磨着 49岁就英年早逝 亚历山大三世病逝后 当时的大清光绪皇帝 命令湖北部正史王之春 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 专门给这个老沙皇吊咽 俄国人也给足了大清国的面子 不仅安排王之春坐沙皇的御用火车 还派画家给这一行人画像留念 90年代 一名犯人即将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镜头中的他看上去非常年轻 上身穿着一件红色外套 一副桀骜不逊的眼神 感觉骨子里面有一股韧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死刑犯在枪毙的时候 后背总要插着一块牌子 说起这个牌子 估计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懂 他是干什么的 其实这块牌子也叫亡命牌 牌子上写着死刑犯的名字 何过错 目的就是为了警醒世人 千万别犯错 因为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1966年 这是一张非常罕见的李小龙一家四口的合影 镜头中的他们穿着具有美国土著风格的服装 面带微笑 一家人看起来其乐融融 然而就在几年以后 李小龙在自己事业如日中天时 突然神秘死去 令人们唏嘘不已 然而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 又过了几十年 他28岁的儿子李国豪 也因为意外死亡 死因也是个谜 我们不得不感叹天度英才 2005年 阿富汗 一名被用实刑处决的男子 这种刑法非常惨无人道 通常是把犯人腰以下部位埋入沙土中 失刑者向受刑者反复扔石块 最终把犯人砸得头破血流 脑将崩裂而死 如果一些犯人的生命力比较顽强 行刑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 但是在许多现代国家 依然存在着残酷的实刑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受到实刑惩罚的人 通常是犯了通奸罪行的人 光想想就让人浑身发麻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